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过完年,小朋友有没有拿到压岁钱啊? 我们今天就要讲一个跟老虎有关的故事 小朋友听过虎姑婆吗? 听说啊,虎姑婆最喜欢吃爱哭又不爱睡觉的小朋友 哦,好恐怖哦 那我们就来听虎姑婆的故事 高高的山上有一只老老的老虎精 老虎精的牙齿坚硬锐利 个性狡猾奸诈 性情啊,非常的凶恶 常常下山吃人 老虎精特别喜欢吃细皮嫩肉的胖小孩 他吃了小孩还要收集纪念品 小孩身上佩戴的金锁片 金手环和长命锁都被拿来装饰斗篷 每当老虎精走路 奔跑或者是跳跃 斗篷上面的金锁片 金手环和长命锁 还有金戒指,金项链 就会叮叮当当,互相碰撞 老虎精好喜欢听这样的声音 声音越响亮 表示他吃掉的小孩越多 老虎精觉得自己好神气,好威风 是全天下吃最多小孩的老虎精 有一天,老虎精又下山游荡 想捉个白白胖胖的小孩来吃 老虎精路过一栋坚固的石头房子 听到一位妇人对小女孩说 乖宝妹,爸爸工作时摔伤了腿 妈妈去探望她 你待在家,锁好门 住在村子口的姑婆会来照顾你 妈妈准备了香喷喷的肉包给你们吃 你要乖乖看家 姑婆会送你一双小红鞋哦 躲在树丛里的老虎精 看见白白嫩嫩的宝妹 胸前带着一片大金锁 忍不住口水直流 老虎精等妇人走远了 立刻冲上前去 可是宝妹已经把大门上锁了 咚,老虎精一头撞上门 撞了个头昏眼花 老虎精摸摸头,生气的说 哼,看来这个宝妹很机灵 得想个好办法 骗她自动开大门 宝妹的老姑婆 拎着小包袱 摇啊晃啊 往宝妹家走过来 躲在大树后面的老虎精 等老姑婆一靠近 突然跳出来 张牙舞爪大吼大叫 胆小的老姑婆 吓得眼前一黑 昏倒在地 老虎精拿出麻绳 左捆三圈 又绕三圈 把可怜的老姑婆 牢牢地绑在大树上 还不忘抢走 装着小红鞋的小包袱 老虎精变成姑婆的样子 来到宝妹家的窗户边 虎姑婆叫着 宝妹,宝妹,快开门 宝妹躲在桌子底下问 你是谁 虎姑婆说 我是你姑婆 宝妹露出半张脸说 妈妈说 姑婆会带礼物来 如果你是我姑婆 就把礼物给我看啊 虎姑婆打开包袱说 我给你带来一双小红鞋 想穿小红鞋 就赶快开门啊 宝妹从桌子底下伸出头 看见漂亮的小红鞋 就放心地打开大门 让虎姑婆进来 宝妹带着虎姑婆 到厨房吃肉包 虎姑婆不想吃包子 只想吃宝妹 她怕宝妹起疑心 只好端起盘子 没想到 一只老鼠正在偷吃肉包 虎姑婆天不怕地不怕 就怕老鼠 她吓得丢下盘子 躲到长脚不停地发抖 宝妹笑着说 姑婆那么老了 还怕老鼠啊 虎姑婆被宝妹取笑 又丢脸又生气 拿起扁蛋追着老鼠打 这只老鼠好机灵哦 上跳下窜 着闪又躲 一头钻进了宝妹的小红鞋里 姑婆大叫一声 坏老鼠打扁你 她举起扁蛋 就对准小红鞋 就要打下去了 宝妹拦住她 不要打坏我的小红鞋了 老鼠趁这个空档 偷偷地溜走了 虎姑婆气得大吼大叫 又跳又跺脚 就在这个时候 宝妹看见虎姑婆 露出了一截老虎尾巴 虎姑婆喜欢躺在床上 抱着胖小孩慢慢吃 她跳上床 叫宝妹赶快来睡觉 宝妹知道 她是老虎精 不敢和她一起睡 溜到客厅 说要试穿小红鞋 宝妹穿上小红鞋 偷偷摸摸地想要溜 没想到 虎姑婆用大石头挡住门 石头又大又重 根本就推不动 虎姑婆又叫她 明天再试穿 赶快来睡觉 宝妹尖叫 我尿急 要出去尿尿 尿尿 虎姑婆没办法 只好过来搬开大石头 还用麻绳 还用麻绳 绑住宝妹的腰 不让宝妹逃走 宝妹跑到院子 想解开麻绳 但是麻绳又粗又韧 她的手太小太嫩了 解不开麻绳 急得哭了出来 怎么办 怎么办 一只老鼠精 掀开竹篓跑出来 咬断麻绳 宝妹仔细看 老鼠精 就是偷吃包子的老鼠 老鼠精为了报答 宝妹的救命之恩 送她了三个香包 虎姑婆拉回麻绳 发现宝妹偷溜了 大吼大叫的追出来 宝妹吓得赶快逃哦 宝妹往冒命的竹林里逃跑 但她的脚不小 虎姑婆的脚不大 眼看虎姑婆就要抓住宝妹了 宝妹好害怕 被竹子绊了一下 老鼠精给的红色香包 掉在地上 一颗小红豆滚出来 小红豆在地上弹了三下 变成了好几百颗的红豆 小红豆满地滚 虎姑婆踩到了小红豆 脚步一滑 哎呀 叠了个四脚朝天 撞断了一颗尖尖的虎牙 痛得眼泪和鼻涕都喷出来了 虎姑婆躺在地上 哭天喊地的叫痛 哎呀 痛死我了 宝妹趁这个时候 赶快赶紧往前逃 宝妹逃跑时的脚步声 深深敲在虎姑婆的心坎里 虎姑婆忍住牙痛 爬起来继续追 宝妹的脚不小 虎姑婆的脚不大 眼看虎姑婆就要抓住宝妹了 宝妹好害怕 但是她不慌张 她知道老鼠精的香包有魔法 就在紫色香包打开 往后一丢 紫色的香包一落地 一根绣花针飞出来 绣花针在空中转了三圈 变成数百根绣花针 绣花针掉到地上 钻进土里 长出一颗颗像孔雀羽毛的植物 这些植物的叶子看起来很软 其实非常的尖 虎姑婆追上来的时候 被刺得浑身是伤 脚掌也扎了好几根尖刺 虎姑婆痛得摔倒在地 眼泪和鼻涕又喷了出来 好痛耶 宝妹趁这个大好机会 继续地往前逃 宝妹逃跑的时候的脚不伸 又深深地敲打虎姑婆的自尊心 虎姑婆拔掉脚上的刺 一搏一搏地往前追 眼看虎姑婆就要抓住宝妹了 宝妹打开 金色的香包往后丢 金色的香包一落地 一根金色的羽毛飞出来 金色的香包被风一吹 变成好几百只的金毛鼠 金毛鼠冲向虎姑婆 爬满它全身 虎姑婆天不怕地不怕 就怕老鼠 金毛鼠对虎姑婆又咬又啃 虎姑婆惊吓过度 五百年都不敢在下山吃小孩了 宝妹爬出竹林 遇见赶着回家的妈妈 宝妹和妈妈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他们救了被绑在树干上的老姑婆 爸爸也很快地痊愈 最后一家人快快乐乐地团圆了 好 虎姑婆的故事就说到这边 有没有觉得虎姑婆很恐怖呢 这就是虎年跟老虎有关的传说故事 希望你会喜欢 那我们就下次见啰 拜拜